IMB這個詐騙集團 這個就炸了人家二十五億 那滾雪就一樣 牽涉到的這個政治人物越來越多 那黃國昌說這個陳歐珀 你還在那邊裝 無辜受害者 你好像是受害 你是什麼受害者 你早就知道IMB的底細了 黃國昌說 他的朋友曾經警告 就是陳歐珀的朋友 曾經警告陳歐珀說 你小時候 沒人一輪 綠營都叫人拉下水裡面去 為什麼 都知道這是一個詐騙集團 那陳歐珀說不出我不知道 我昨天講說怎麼可能 人家借你那個服務處 沒事會借你服務處 會這樣借你 什麼車子 有這種事情 你太太的那個什麼社團 登記也在那個地方 你都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這很奇怪 這不太可能 你總是會瞭解一下幹嘛 人家給你一個服務處 你就敢用啊 那所以國民黨就就指控說IMB 這個詐騙集團長期支柱 陳歐珀一家人 而且他不是只 他靠他一個人沒有用 他靠了他裡面 在擴大他的影響力 擴大他的影響力 我現在看最近都是這樣子 一個人拉了一個政治人物 拉了以後對他好 請客吃飯提供這個提供的 然後後來突然你找別人來啊 就越找越多人 然後就一堆人都進來了 那陳正修也喊冤 說那政治人物操作良心 不要包圍搞進來啊等等 那因為郵俗會點名陳正修 說他身份多重 迷之角色 角色很奇怪 而且問說黃偉哲甩得掉這個鍋嗎 那陳厚珀被捲到詐騙案 那他的同鄉派系大老是游錫坤說 應該遵循無罪推定原則 他現在沒有罪啊 你怎麼講人家有罪呢 那但是問題是這個IMB已經有罪了 已經知道了 他IMB提供他這些設施 什麼辦公室啊 車子 這不很奇怪 你不覺得奇怪嗎 你這樣是對的嗎 好 那麼陳廷費也挺陳歐珀說 他陳廷也是想要去打詐騙集團 你剛剛才提到這三個人 包括尤錫坤人長 被人家失效 叫做體育遊就好 來請問 不是 我補充一下 我不可以講那麼多 我說這幾個人都是同一個派系 這不會啦 都是同一個派系 好 那麼現在因為這個風暴延燒了 所以國民黨就說賴清德 帶領民進黨的信賴 因為賴清德 不是現在搞信賴集團嗎 他把那個賴變成LIE 英文就是賴 就是詐騙 騙子 信詐騙集團 看這麼一堆 一堆人 那麼陳真 反正就一堆了 那另外呢 王洪威說他們製了一個叫做綠色蜘蛛網 因為呢詐騙主賢參旭也跟民進黨高層見面 反正我就講嘛 就大家一個拉一個 一個拉一個 賴辦 賴清德辦公室反擊 說後面有周勝考被辦十年了 周勝考就說我如果有收賄被車撞死 那另外呢 這個侯友宜也火力全開 說要賴清德講清楚 侯友宜怎麼說 侯友宜說 從組織犯罪暴力 到詐騙已經形成一個共生體 人民最痛恨的事 在這樣一個痛恨之下 如果一個政治人物 即使用詐騙集團的車子或房子 這樣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嗎 民進黨不用檢討嗎 你不然說這沒關係嗎 有什麼無罪推定嗎 我們現在看到政治人物 來 我一次把他講完 如果你看到他很多照相 現在開始來律互咬 昨天我看到這個 好像是賴清德辦公室人也提出 你看蔣萬安也跟誰照過相 然後侯友也跟誰照過相 觀眾朋友 政治人物跟很多人照相 在座的政治人物 包含大佬走在路上 你是沈大佬嗎 可以照相嗎 他練在一起相 不知道 所以照相這東西 我們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在參會 你在路上你搭高等 都有可能跟你照相 有一張照片不代表什麼 但是如果你們同列參會 就表示你們有共同朋友 甚至你是受他邀 或是你邀請他 第三個 如果你出入招待所 或頻繁出入 那個交情就不是一般的 你一般你會到 你大家有到類似保委員的家裡 吃過飯嗎 你不是他的密友 你沒有去過的 你能到他家吃飯 你就不是普通的關係了 再來 如果你有資金財務的資助 你用他辦公室 他給你保姆車 還不收錢 你要說你們不守術面資源 那就是說謊 那最後一個就是共同事業 還合資購物 以上手術六點 馬上把他套過來就知道了 陳厚破說什麼 他說我跟他不熟 結果呢 你的羅東的辦公室 是對方提供不收錢 然後昨天許曉青想說 連那個整棟大樓 墊費都是那個IMB付的 你的用車保姆車是人家給你的 你的太太的婦女進步聯盟的辦公室 是對方提供的免費 你的女兒購物是跟IMB的那個主謀 這個曾國偉的太太 或是他女朋友一起合購物 一起買房子了 然後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你當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你到宜蘭去地方考察 考察完以後 碧如姐就知道的意思了 今天來跟宜蘭 你不是我處理嗎 請大家吃飯 結果呢 帶去曾國偉 不是羅東 伍傑的豪宅招待所 一堆人在那邊 那所以這種關係 這個叫三公聖筆的關係 三公聖筆龍走聖筆 已經是家不離家 就想說我不熟 所以陳詩夢 不是陳詩夢 對不起 這個是陳歐破 他退選剛好而已 他根本跟這個曾國偉 是非常緊密的 剛剛我所講的 你的太太 你的女兒 你的用車 你的辦公室 就你要跟大家講說 你不熟 那也因為他是鄭國會 現在簽得出來的 鄭國會人人自為 包含林嘉隆 包含游汐 都跑出來講說 沒有 我們都不熟 他一個人把整個 鄭國會都給害了